故此你們要順服神,無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途跑了,你們親近神,神就必親近你們,有罪的人要潔淨你們的心,心懷疑的人要清潔你們的心,你們要仇苦,悲哀,哭泣,將喜笑變作悲哀,歡樂變作仇患,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們升高。 在這裏,他講了兩個觀念,一個觀念就是怎樣抵擋魔鬼,這裏講得很簡單,你們可以解一節,即將經文字面解同,將它的重點的意思說出來,即是第七節,誰開始說都可以。 好,要順服神,無要抵擋魔鬼,魔鬼就會離開你,就會同跑你。 第八節一起,你們親近神,神就一定會親近你們,如果主知道自己有罪,就要潔淨你們的手,心懷疑的人,即是三分兩義的人,要清潔你們的心。 在這裏,在這裏有甚麼重點,即是在這裏,兩節經文? 順服,順服,順服,順服主呢,愛主,親近主呢,那些妖魔邪怪呢,就很難靠近你了。 是,這樣會帶給我們甚麼訊息? 神就是我們的力量,即是抵擋魔鬼的力量。 是,是,所以我們不需要甚麼呢? 是,不需要怕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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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看,是否很簡單? 是,很簡單,信服神,和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領魂逃跑,即是很簡單。 聖經有講到,獅子好像要敲轎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嚇的人,好像很厲害。 耶穌有講到,賊來到偷竊殺害毀壞,好像很厲害。 但除了這個經文,我們常用的經文,就講到, 我已經賜給你權秘,我可以潛入蝶子,有性的仇地一切的能力,斷滅有什麽能害你們。 那這些經文告訴我們,我們對魔鬼的心態應該是怎樣? 他經過我們。 他經過我們。 是的,即是,根本我們是得性的。 他經過我們。 因為主耶穌已經勝了這個世界。 是的,也有些人控訴耶穌,說他靠鬼王趕鬼。 但耶穌就說,如果不是捆放壯士,你怎能夠搶奪他家裏面的財物呢? 那你一定是捆放壯士。 那耶穌所說的意思是什麽? 即是,他已經捆綁了魔鬼,所以他能夠搶奪魔鬼的東西。 他可以將人從魔鬼的手中救出來。 即是看到耶穌的得性。 耶穌是完全得性的。 所以在坊間經常有說到魔鬼有攻擊。 這個意念有什麽對人有什麽不好的影響? 我想你也聽過的,經常都說魔鬼有攻擊我。 有什麽不好的意念? 即是我們要高舉主命,沒有高舉魔鬼。 即是耶穌是得性的。 魔鬼會攻擊的人,就是那些不聽神的話, 沒有親近神,沒有處理生命的人,魔鬼就攻擊到。 有些人說,不是的,那是很難的。 當然是有很多脫漏的。 那脫漏就立即求主射臉,又求主幫助。 這樣的時候,神就會保守。 即是兩種人。 一種人為什麽經常脫漏, 但是脫漏得來,好慘,好慘,魔鬼又攻擊。 那便經常都想著魔鬼的勢力。 但如果他就算軟弱, 他說,神啊,我依靠你,我扯著你, 求你賜給我力量,我親近你,我多謝你。 但他都可能一樣有煩惱。 不過呢,他不斷有煩惱,馬上拔回耶穌。 是。 那時候呢,根據這個經文, 他們都是信服神喔。 他又抵當魔鬼喔。 那時候呢,魔鬼可不可以攻擊他呢? 其實呢,你信服了神, 你慢慢就潔淨。 你信服,就是潔淨。 因為你會將那些罪, 那些自己的壞東西,就拼除了。 那你裡面,魔鬼入了。 他就不怕你。 是。 是。 我講了一個例子, 譬如有一個人,他又會煩的。 他很煩惱。 兩個人,兩個人都會煩惱。 那有一個呢,都不斷找耶穌。 有一個呢,一煩的時候,就很沉了。 就是完全被魔鬼聖過了。 有一個都是會煩惱, 不過他煩的時候,又會找耶穌。 是。 那這兩個,哪一個會有神的保護呢? 尋耶穌那個。 尋耶穌那個。 所以呢,我們不是要做到完美神才保護我們。 是。 是我們願意親近神, 信服神, 以及抵擋魔鬼。 就算他做得不夠好, 因為耶穌補救嘛。 耶穌補救回我們脫漏的地方。 是,經常都會很自責, 經常都被魔鬼入, 還有, 你大聲一點, 因為這裡有小陸, 你大聲一點, 你可以坐近這裡大聲說。 其實有時都會自責, 有時在一個困局裡面, 經常都會跌, 經常都會陷入, 自己投訴自己, 自我控訴, 自我控訴, 甚至奏逐自己, 即是那類的。 經常都會陷入, 我聽人說是打開破口, 是你自己打開破口給魔鬼入。 那我問你的問題, 就是我們大家思想, 經常自己控訴, 我們知道神是怎樣的, 神是怎樣的神。 神是在你們, 做眾人的時候已經是救贖。 是的, 神是救贖, 和神是赦免的神。 所以呢, 我們知罪, 是否知罪繼續, 我們就指控自己, 即是知罪之後, 是否繼續指控自己, 因為我知罪之後, 我求耶穌赦免, 耶穌就赦免, 可不可以這樣相信呢? 那時候, 便沒有控訴, 因為控訴, 就是我們不斷以為自己, 要做得夠好, 要想達到神的標準, 但達不到, 便覺得自己不夠好。 其實控訴, 是魔鬼奏夜控訴弟兄的, 所以呢, 我們做得不夠好, 立即怎樣呢? 耶穌會求你赦免, 你一定赦免, 這個信心, 信心是甚麼呢? 我有一個叫互動的討告, 和互動的行動, 那是甚麼互動的討告呢? 我一祈禱, 神就起願, 神就聽過祈禱, 這個信心有說的, 只要我們真心祈禱, 就算我們不夠好, 我們真心祈禱, 求耶穌赦免我的罪, 神就很歡喜了, 即是一路祈禱, 一路相信神歡喜, 一路處理生命, 又相信神就歡喜, 就算做得不夠好, 因為事實上, 很多人是做得不夠好, 做得不夠好, 但立即求主赦免, 和求主幫我, 一路親近神, 就算祂做得不夠完美, 神都喜悅的, 你一內疚, 立即怎樣呢? 我求主赦免, 神就歡喜了, 這個就是信心, 信心會叫我們有互動的討告, 互動的行動, 好像利用了神的免死金牌, 那我想問你, 你利用這個字有甚麼含意呢? 我會覺得有些對神不住, 是, 你覺得怎樣叫做對神對得住呢? 我又失敗了, 又跌了, 我有自我奏了, 我又失敗了, ok, 失敗了, 聖經的教導是什麼呢? 軟弱的, 他加了力量, 不是軟弱的就死了,聖經不是這樣的 因為神是知道人人都有軟弱的,神個個都知道 在約翰一書二章,你回去可以看這個經文 他說,小姐妹,我寫這些書信給你,就叫你不要犯罪 不過如果有人犯罪,在父和我們中間有一位忠保 最好就是義者耶穌,他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 有一次我預見一個人,他跟我說 在葛培里報道會的訓練,就這樣說 悔果信耶穌就射臉,除了射臉你就跟從神 神就叫我們不要犯罪,不過人又會犯罪 但犯罪怎麼辦呢?就不是說死了,我又失去了,我又不行了 而是說我犯罪,有一位忠保在神和人中間的忠保 這個義者耶穌,已經為我們作了挽回祭 所以我求主赦免,耶穌就赦免了 我就不需要再內疚和指控,然後我就求主給我力量對付 神的方法永遠不是說,我做得夠好,神你看我,全部都做完了 你看我多好,神永遠不是要我們這樣 對,經常都求耶穌,你加靈給我,我求你加靈給我 首先,你真的要歡順我,我真的要 你說一句,真的要歡順我,我想問你,我們需要這樣說 神啊,你真的要歡順我,這句說話有什麼意思呢? 有一點懷疑 是的,我們可以怎樣說呢? 其實沒有想得這麼細節的說話 是的,我知道,有時候人的說話內衷就會這樣 如果你愛我,你就什麼什麼 其實有些人不太相信 求你加靈子,你會了解我嗎? 我也有講過這個教導,一個是求 另一個不單是求,是宣佈 我一悔,神就赦免我了 這個有沒有根據? 有的 我一求神,神就歡喜了 我一求主赦免,祂就赦免我了 一求主加力,祂就加力給我 所以我有信心 並且我們未求以前,神已經知道 所以在我親近神,我多數是宣告的 耶穌,你愛我,多謝天父,很感謝你 你愛我,你加力給我的,我很相信你的恩典 那時候,我的人就不會說,我低了,求你幫我 我經常都相信,神很喜歡我們親近祂 神很喜歡我們悔改,神很喜歡我們聽祂說 明白,但是不斷來有很多事情困擾的時候 譬如我自己就會,一波未停,一波又起 令到心心都很疲倫 就開始,哇,我個人就會說了很多神不喜悅的事情 或者是有很多苦毒在裡面的那些說話 但是沒有多久之後,或者到第二天 或者怎樣呢,自己就同神會改認罪 不敢求神加力給我 沒有老神的指引,清晰的指引我 我真的行不夠,我真的這樣跟同神講 但是我會覺得呢,這麼多年 在這個,在這個,姚書又重,又是這樣 姚書又是這樣,我加了力給你的 其實這個是我自己想的 好的,我想說,的確有很多基督徒像你這樣 但有件事你都好過有些基督徒 就是你知道我自己壞了,這件事都好過 有些基督徒就是這樣 他壞了,他不知道自己壞了 他覺得自己還好,他還說 我已經說耶穌這麼多年,我甚麼都懂了 我甚麼都聽過了 我可以說最低層次的 就是,他連做錯都不知道自己做錯 他還自己覺得很厲害,那一種就是最危險 好了,下一個層次,他知道自己壞 但覺得壞了,沒有力了,這一種 下一個層次,他知道自己壞 但求主卸臉耶穌就卸臉了 這是一個層次,但這個層次未是最高 然後呢,我知道犯罪一定破壞 神是最好的,神有很多恩典給我 我先求神的國和祂而這一切都加給我 神是愛祂的人,所以預備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人心未曾想過 所以他有很多好事,我不想失去這些事 因為魔鬼來就會偷竊殺老鬼 於是我一有罪,立刻堵住我 立刻一有罪,在心中立刻說 我拒絕這個罪 我一留意到罪,我立刻就拒絕它了 我立刻親近神,拒絕它,用得性五步曲 留意到第二,有破壞性的,他有破壞性的 第三,聖經怎樣說 第四,親近神,得力,求主卸臉 第五,我立刻選擇信服 一選擇信服,感謝神,我有進步了 多謝主,但又沒有驕傲 又一有些軟,立刻求主卸臉 即是說,慢慢得性的部分越來越多了 但你未到那位,又不要自責 死了,我還未到,未到,未到 自責就被魔鬼留地補了 自責的時候,立刻說 我不需要自責,因為魔鬼控訴我 但我不需要自責 我是可以活在神的愛中 我深信神愛我 於是我興省平安 那你一定有些進步 留意到一件事就是 神給我一個意念就是 進步一百分之一已經感謝神 就不要說我要進步90%才感謝神 我有一點點進步 我今天已經有神多了,感謝神 我已經進步了 那我明天再進步多一點 就越來越好 最糟的,我自己的情況就是 很多時候都做到你剛才說的情況 嘩,一分辨到,一分辨到一些什麼 就立刻跟神說 世面我罪,立刻靠神得力 立刻把福音都沒有了 即是那個時刻真的會行 但不是每次都行 有時又會轉回去 那不要緊 那你就這樣數一下 我有時行,有時不行 兩種看法 都是有時不行 這種一種看法很慘 我已經有很多時候可以 如果我可以 我就多一點可以 多一點可以 這樣是不是正面 我鼓勵大家 會不會知道你 哪一種是最 最擔心你的心 要你最多的 會不會有這個情況 會,會 所以我們就要處理生命 譬如有些人 我簡直一下 有些人 他是單身的 別人一說單身 他就要心要肺了 我就是這件事上要放手 單身不死 聖經有講到 那些沒有丈夫的 要比有丈夫的兒女更多 我可以祝福更多人 於是我就在這件事上 我放了手 以後有人說 你什麼時候拍拖 有沒有男朋友 介紹我認識他 那我就 不要緊 沒有就沒有 我說沒有,不要緊 我也很開心 那在這件事上 就得勝了 總之有人說我們 那件事就放手 那心就放鬆了 凡是需要的 就在這件事上 要處理 找出為什麼 在這裏破口 我們現在 繼續說下去 其實你先分享 回應是很好的 為什麼呢 很多人正正 好像你的狀況 有進步 有退步 不過總是留意 退步的那些 經常都覺得很慘 我就鼓勵 經常都留意我進步的那些 而退步的那些 我留意到馬上悔慨 進步的那些 即是欣賞 欣賞神 先說 神做功 所以我才會進步 我又感謝神 神又感動 我有動力回應他 所以我又會進步 這些就是正面 正面 用聖經的正面思維 很好 世人的正面思維不好 世人的正面思維 如何呢 你做了事 當我沒有做了事 經常都覺得自己很好 這是假的 因為我們真的有造衷 是要認罪的 但有些世上的那種 正面思維是不同的 神裡面的正面思維 我有進步我就欣賞 叫耶穌 一杯涼水 給一個小節 都欣賞 都賞賜 就不要計較 其實那些給了一杯涼水 還有很多事未做 就不要計較未做的那些 計較我有做的 那就是神 這樣就不讓魔鬼留地步 那個動力在哪裡呢 就是因為我們看到神這麼愛我們 神這麼有能力 神又這麼體重我們 我們珍惜自己的生命 我們可以大大給神使用 我今早去完宣教回來 短宣 聖靈的臨座很強烈 人們立即得釋放 我都拍了 在手機上拍了 鼓勵大家 其實我們如果聽完神話 我們很有能力 不過如果我們經常控授自己 我們就會沒有能力 我就是不想這樣 那你就天天提醒自己 我有進步 感謝神 現在可以這樣 有個方法很好的 一起來 感謝神 那就是神 我要喜樂 多謝耶穌 神給我喜樂 就是我走在神的路 一起初 一早上 當沒有什麼雜念的時候 就已經正面 一有負面 立即會留意到 立即處理 就是由一個新的開始 都是喜樂的 平安的 然後繼續整天 一有負面 立即堵住 這個方法 怎樣一負面 又倒 怎樣 負面 又倒 其實 用完所有的方法 其中很重要的就是 不要吃垃圾 就是人的 不好的東西 不要吃 不要受落 而有一個 深信 就是自己給自己 有時是人給我們 就是馬上掃人 就是 那些負面 就突然湧上來 要跳起來 是的 但有負面 立即我就處理 其實呢 我這幾天 又聽到一些負面的聲音 但我就 正在我來的時候 神給我一個意念 就是想 神給我們 遠比人的破壞性 是大很多倍的 大億萬倍的 就是天離地這麼高的 那些人的破壞 就是一粒 小小粒而已 有一個人在網上有說 其實魔鬼在神面前很小 我們看神很偉大 我們就不會注目在那些 小小的 就是那些魔鬼的控訴 或者那些 他的攻擊 而是神給我好好的 那些負面就放手 那些人就會正義 就是 有些人馬上說 我是很魔鬼 我不要浪費了一條命 有個王子 經常說 有些人不喜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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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有些人不喜歡他 什麼皇帝都有 但他經常說 有些人不喜歡我 有人問他 那你父皇喜歡不喜歡我 喜歡 他很喜歡我 很愛我 不過有些人不喜歡我 真的很想死 那你父皇喜歡你 就已經夠了 那有些人喜歡你 總有些人不喜歡你 你不用因為這樣而不開心 我們同樣都是這樣的 有些人喜歡我們 也有人不喜歡我們 那些不喜歡我們 有些人什麼都不喜歡的 那就放手 但我們不要咒他 我們祝福他 求主給我們得勝 這個就是 珍惜神 珍惜我們的生命 而留意到任何破口 立即處理 而不難的 還有一件事 就是 處理未夠好 又如何提升自己 我已經開始處理 未處理完 例如想處理 不過仍然很煩 不要緊 我已經處理中了 神歡喜了 我已經在進步中了 這個秘訣很重要 有很多人就是這樣 我處理 但處理不到 於是仍然在煩 哎呀我真的沒用啊沒用 就控訴自己 但我們說 我已經開始處理 總有的那麼多進步 我的那麼多進步 我就感謝神 是不是這樣很正面 所以大家嘗試這樣做 珍惜自己的生命 因為 任何破口給魔鬼 他一定進來 他一定偷 一定殺 一定毀壞 如果讓他進來 那怎麼辦呢 不要緊 這句經文 剛剛這個經文不是什麼 剛剛經文 你信服神 無約抵擋魔鬼 魔鬼就必離開你逃跑 所以我們不要誇大魔鬼 好像厲害到不得了 他就要進去 我們立即悔改認罪 親近神 耶穌和我一齊 多謝天父 哈利多耶穌會喜樂 所以 那些書面有些 某些教會 牧者教 平行行行行 又說要宣告 又要打魔鬼 又要什麼 那些 真戰 很快 我知道 術來真戰 我自己就說 聖經說的 以復所書 就是六章 講到什麼 真理 真理就是神愛我們 神祝福我們 所有聖經的真理 然後就是公義 神的公義 耶穌的公義 以及我們自己的公義 然後 福音牌 有福音 救恩頭盔 信心 藤牌 然後有聖靈的寶劍 神的話 靠著聖靈多方 討告 全部這些 都是正面 神的真理 那方面 有些人就說 奉耶穌命 趕魔鬼 這個我不反對 不過聖經不是 講到最重要 做這些事情 反而是最重要 那個聖靈真正 最主要是 捉住了所有神 給我們的資源 是不是講了 憤怒的邪靈 這個人就不憤怒 我覺得是親近神多 人就少憤怒 多過你說 我趕走憤怒的靈 我就不憤怒 不只是趕走 他就走了 你身中是沒有神 沒有神充滿 你趕走他 他就回來了 所以是有神充滿 才是最重要的方法 而聖經講 最主要是這件事 但如果有人有邪靈 是要趕人 不過就不要經常 都要趕來趕去 而是多一些 從神關 和處理生命 我們就結束 好了 所以這個經文 希望大家深信 我們靠耶穌的特性 不要只想著魔鬼 大到不得了 很多時候 我們生命中 都有些困難 有些問題 有些人際 家人 內心 很多問題 有些人都說 魔鬼 是魔鬼 是魔鬼 後果 整天都誇大魔鬼 反而 當我們有這些困難 我們就多些 就說 就不是去看魔鬼 有多厲害 總之我有神 我就可以得勝 人就會正面 一整天想魔鬼 心就會負面 就會害怕 害怕 很厲害 耶穌說 你要定精我身上 就是我們將眼睛 心的眼睛 定精在耶穌身上 那魔鬼就會害怕 也沒有將眼睛 定精在魔鬼身上 就是發精力 在魔鬼身上 是 還有我想鼓勵大家 用多些信心的宣告 信心的宣告 不一定要大聲喊 耶穌愛著我 耶穌在一起 耶穌在祝福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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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祈禱神就歡喜了 我感謝神 多謝耶穌 阿里路亞 即是經常都宣告 神在愛著我們 而且我們一回應神 神立刻歡喜 那這些就是信心的宣告 但不一定要大聲 不一定要大聲 才夠力 是信心 信心就是 神做事我放心 和我信靠 神做事我放心 我信靠 我就放心了 OK 好了 我們親近神 神一定親近我們 這也是一個信心的說話 就是我親近他 一定親近我 好了 於是有罪的人 我們潔淨我們的手 心為意的人 清潔你的心 即我們的手 就代表行為 心就是內心 一定是內心 然後善人從他心裡所傳的善 發出善來 惡人從他心裡所傳的惡 發出惡來 心裡充滿善 自然就會有好事出來 這裏後面說到九節 說到仇苦悲哭哭的那些 是說到謙卑認罪那種 就不是說經常煩惱那種 如果你覺得自己很厲害 你快點在神面前悲哀 謙卑 承認我們的罪 為到自己有的罪 心裡悲哀 但一求主赦免 又相信耶穌赦免我們 即不是持久的悲哀 因為聖經有說到為主而喜樂 你們要靠主喜樂 其實靠主喜樂 中文翻譯都不是好 英文接近編文 就是rejoice in the Lord always 在主裡面 在在主裡面 其實那個字在希臘文 是可以兩個解的 一個就是在主裡面 一個就是靠主 中文就選擇了靠主 英文就是rejoice in the Lord 在神的同在 神的同行 神的同行 這個解釋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就是靠主喜樂 有些什麼呢 耶穌我靠著你喜樂 但在主裡喜樂 是神的同在會帶來喜樂 所以我們 求主幫我們謙卑的心 我們知道自己是罪人 我們拔著耶穌 但又知道耶穌一定得勝 於是呢 就不要經常誇大 哎呀我又失敗了 我又做都不好 我還有很多未處理好 就是不要誇大那些 而誇大我有進步 感謝神 神在愛我的 OK 好 我們一起 求主恩待我們 多謝天父 感謝耶穌 耶穌 耶穌你是得勝的 我們靠著耶穌也是得勝的 在耶穌裡面我們得勝的 我們常有耶穌 常親近你 也是得勝的 求主幫助我們 不要誇大魔鬼的作為 深信神的大能 神的恩怜 深信我們靠著耶穌 必定得勝有餘 祝主和我們一起 充滿我們的心 賜給我們信心 喜樂平安興散 輕輕鬆鬆 行神的路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我喜歡 你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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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